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 怎么又出事了 这是谁 肯定是喝多了吧 来 让我看看 钱贵 就你这点斗横还想跟我斗 回家再练几年去吧 别在这给我浪费时间了 钱贵 你叫钱贵 你可不像有钱的贵人 这份量可不轻 先放这 看你样子伤得不轻 幸好我有百质不领盘还文高 这个是我独门秘方配置国家级专利产品的一贴酒铃来试试 这回便宜了 平时我可舍不得这么个用分 这个好像不太灵 幸好我还有绝招 这可是我几十年的功力 治病救人崔心掌 嘿 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我说这个管用吗 我这治病救人崔心掌回回走效率 是不爽 你要不要紧呢 赢了 你敢跟老子抢浴服 坏了大爷的好事 看我怎么收拾你 去你的 激公师傅 施主 什么玉佛 不好意思 没看清楚 还请激公大师原谅 小的眼下受奸人陷害 还请大师为我做主 就是刚才站在墙上的那个帅哥 是他把你摔成这样的 就是他 义云高 事情是这样的 刚才我在乡里主持一年一度的祭祖大会 各位列祖列宗赛上 祭拜 祭拜祖先是祖中大事 关系到我们大同乡来年的收成和运势的好坏 所以我们应该重视 是啊 是说的对 是啊 这个是祖中大事 祖上托梦给我 是啊 托梦 真的假的 他说了 王院外府上有一尊玉佛 是镇香之宝 这 应该拿到祠堂来祭祖 才能保佑四方平安 风调雨顺 无骨风动 是不是真的 原来是这样 是不是 奇怪 我祖上如果要托梦也应该托给我 怎么会托给你呢 你刚才所说的可有什么证据 证据 在这 这 这就是证据 这 这是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王院外怎么了 这是 怎么样 你说我说的对吗 你是不是应该把玉佛献出来击败祖先 这可关系到我们大同乡一年的运势 这可关系到我们大同乡一年的运势 大家小心 这人是个骗子 千万别中了他的迷魂术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人是谁 什么迷魂术怎么回事 不知道 这总是这里人 不知道 怎么回事 千有此理 你是什么人 敢来破坏我们的记录大会 你不用管我是谁 你敢在这里欺贤灭阻 招摇撞骗 我有什么不敢揭穿的 不敢揭穿 你 你 你可别在这胡说八道 你到这来 我看也没安什么好心 什么 没安什么好心 是啊 我是没安什么好心 不过至少我没打什么玉佛的主意 我们要的是山子 你 你 你 不好是催眠术 你忙了半天一定很累了吧 不如放松一下 休息休息睡一会儿 千万别睡着 好 现在我就是你的主人 我问什么你就如实回答什么 当听见茶杯摔碎的声音时 你就可以醒过来了 是 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职业 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叫钱贵 是林乡的无业人员 平日里游手好闲 靠四处行骗度日 今天正好借着主持祭祖大会的机会 是顺便想捞点什么 怎么回事啊 你刚才对王元脉做过什么了 怎么回事啊 是逆魂术 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骗他们相信祖上托梦给我 献出玉佛 然后找个机会把玉佛偷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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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耻 钱贵 你这个欺世道名的骗子 害我差点中了你的奸计 你怎么回事 在下义云高 刚才路过此地见有人施迷婚术害人 这才破门而入 还请大人原谅 哪里哪里 幸亏大侠及时赶到 要不然 过奖过奖 云外没受到什么损失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这个钱贵诡计多端 大人可要小心 这个自然 来人 把这个骗子给我扔出去 大侠要是不嫌弃的话 在府上小住几天怎么样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看来你和这亿云高都不是什么好人 大使果然高见 你要的是欲佛 而那亿云高要的却是这个